經濟午餐 大家好 我是李淑仁博士 今天很特別 今天我們請了香港明德會總幹事羅廣潔 羅廣潔 羅廣潔 不好意思 跟我們一起做主持 因為今天我們找了三位非常英俊 年輕和優秀的大學生 是剛剛香港明德會的十大幾個大學生選舉得獎者 包括黃澤林 香港大學 陳永泰 不如等下自己介紹好嗎 還有吳偉鵬的三位學生 不如你們先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黃澤林 我是來自香港大學 現在讀社會工作系的三年級 暫時來說 都做過不少的社會服務之類 在這個服務社會方面有些熱誠 希望這個熱誠不要被沖淡 大家好 我是香港大學文學士二年級生陳永泰 我自己是主修中文和中史 我自己也是一個SCN的學生 我自己也很喜歡去幫其他SCN的學生 大家好 我是吳偉鵬 現在在香港城市大學讀社會工作二年級 我跟澤林一樣都很熱衷做一些義工的服務 例如我跟澤林一樣都做一些關於SCN的同學 大家好 各位聽眾吳翁 我是香港明德會總幹事羅廣進Felix 今天多謝LASTA的邀請 我們可以帶三位新鮮滾熱辣出爐 剛剛勝出了2023香港結出大學生選舉的三位同學 我們可以跟聽眾分享一下 為何你會參加這個選舉 以及做義工你們有甚麼得罪 我也想跟大家宣傳一下 香港明德會是2021年成立的慈善機構 我們專門做青年發展和義務工作活動 我們每一年都會做一個年度的結出大學生選舉 我身邊三位同學是剛剛勝出的優勝者 同學可以分享一下參加這個會是甚麼 參加這個選舉是做甚麼 這個選舉其實不單止是一個選舉 其實裡面還有不同的服務和工作坊 例如去年教了一些關於創業和社企的工作坊 還有不同的義工服務 例如明德會上年跟香港仔方會 教了一個關於藍區長者的探訪服務 所以其實這個選舉對比其他選舉 其實都有一個很大的分別 就是不單止是選舉那麼簡單 而是還有不同的服務和工作坊 去提升自己的技能 這是吸引你參加的原因 也是的 因為當初也是抱著一個想學多些東西 不是純粹想去選舉 而是看到有那麼多義工服務和工作坊 想學多些東西 所以就想參加這個選舉 吳韋彭你英文是 Hanson Hanson 我多問你一點點 由哪一個工作坊 參加了哪一個工作坊 是比較深刻的 如果說工作坊 我會說一個叫情緒管理工作坊 當時是聘請了慈善基金 請了一個情緒管理的專家 來講一個話題 我裏面很深刻的是 她說了我們不應該太讓社交媒體內耗自己 因為現在社交媒體的資訊很爆炸 很多不同的資訊 她就提醒我們 面對這些事的時候 不要自己消耗 可能會跟別人比較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看法和建議 對 因為其實你這樣說 那些社交媒體的IG、Facebook 平均可能很多人和同學 都會用很多時間去看 和他們看一看一看 你一天平均用了多少小時去看 不用做事就看 基本上已經是一沒有工作 就習慣拿起來 就在那裡掃一下 看一看 這個的確會令到你的時間很多 還有大部分 放在社交媒體的人 通常都會分享什麼 通常都會分享一些比較 sparking 一些很厲害的東西 或者吃了一些好東西 或者去一些漂亮的地方旅行 正面的地方是好的 給大家看過 那些世界很多東西可以去嘗試 但如果去到一個剛才的 說得很好 如果去到比較的地方 就會令到大家內耗 或者自己會不開心 我看完之後 比較完之後自己都不開心 有試過這樣的情況嗎 有時候都有 可能會看到 不停去旅行 就在做 assignment 很累 自己明明做功課 人家就在玩 沒錯 沒錯 所以怎樣呢 他分享了怎樣可以減少內耗 或者令到自己 做回自己 那個人有沒有 分享了什麼技巧 你記得可以分享 給亭仲聽 我覺得他說 他說 他叫我們去設定一個時間 就是 用少一些手機 他跟我們說 控制自己使用的時間 就可以給予多些時間 自己去思考去思考 因為他覺得 因為現在用社交媒體 手機的時間太多 很少自己獨自弄下來的時間 所以很希望我們可以 可以自己除了 在休息的時候 也不要只拿著手機 而是可以讓自己 想一下 去想一下 原來今天發生過什麼事 還有很多建議 我們可能可以 寫下自己的感受 或者做過什麼 可以令到自己的思緒可以好些 就不會被這些外界的事 所影響到 我也順手問兩位同學 你應該都參加過這個講座 這個工作坊 有啊 阿泰也會說一下 對社交媒體 對你的內耗 怎樣去處理 你說自己是SEN 對嗎 我自己是一個多動症的同學 平時都比較活躍 自己在社交媒體上 活躍看 有時看到其他同學 GPA太高 自己也有些內耗 自己也有些壓力 是 剛才Hanson 他說了 就是說 那個嘉賓分享 可能控制自己 用社交媒體的時間 我記得他也有說過 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可以透過寫日記 透過寫下自己內心的一些想法 從而整理自己的思緒 我自己聽完這個講座之後 我也有試一下用這個方法 我自己覺得是相當之見效的 是你寫下了一些整理思緒的方法 對 非常好 那巴仁有沒有 這個 用社交媒體 然後減少內耗 我自己的話 就是 其實我平時很少看別人的故事 或者那些貼文 尤其是自己忙的時候 就更加不想去看 因為看完別人 那些全部在吃東西 玩去的旅行 就會令自己很抑鬱 所以通常我都是自己心情比較好 都自己享受的時候 我才會去看別人的故事 要不然我不是很想按進去看 那些朋友應該都知道 不是很見到我看他們的故事 所以 這個就是我自己處理的方式 你本身的處理方式 減少了這件事 為什麼說開呢 其實我們上次請了前教組局長 他說現在其實 其實政府也好 或者現在很重視一件事 就是這個學童自殺的問題 那我想很大的原因 都是他們接收資訊 或者怎樣消化資訊的時候 可能是在一些情緒上出現了 那我覺得大家同學 學了這個工作方 其實不要說只是幫到你就算 其實真的要多些 是跟其他人分享 特別你分享給你的同學 其實這也是很重要的 這個是我剛才聽了Hanson和我分享 阿泰又說一下 參加這個明德會的十大大學生選舉 為什麼參加有什麼得著呢 為什麼參加 我記得當時參加這個選舉的心情 其實跟現在一樣 都是有點緊張刺激的感覺 當初為什麼會想參加 就是其他一個最過癮的地方 就是他明明是一個選舉 但是他有很多工作方法 還要免費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去裝備自己 沒有什麼猶豫 就裝備這個選舉 我們先去廣告 下一節回來 我們再聽一下泰的分享